王俊凯硬邀看古董局中局,夸赞葛优言之高,展现彩虹屁心段位。 首映的第一天,王俊凯也来到了影院观看,在这期间,他曾多次无嘴大笑,偶尔表情还会有些凝重,眉头紧锁。 看来这一故事的情节变化多端,起伏不定,连王俊凯看得都入迷了。 当被问到观影后的感想时,王俊凯直接回答,很喜欢葛优老师认儿子的那场戏。 父子两人从开始时的难以置信,到后来的深情,这是失散多年父子之间的真情流露。 王俊凯忍不住称赞葛优老师的这一发型,提升了他的颜值,并称颜值高的人,什么发型都能够轻松驾驭。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,现场爆笑不断,台下的葛优老师本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 不得不说,王俊凯这种夸人的方式情商特别的高。 在听到王俊凯这样称赞自己时,台上的葛优老师连说哎哟,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转过身笑了笑。 他脸上对晚辈的那种宠溺无处掩藏。 他出道这么多年,能有这么好的人缘与人脉。 除了能力之外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会做人。 其实,从之前王俊凯参加的综艺中,我们就能够发现夸赞别人他是认真的。 各种彩虹屁不断,却并不会让人觉得虚伪。 作为他的粉丝,大家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他说话的方式了。 看到他与葛优的这一波小互动,我们也能够发现两人私下的关系一师一友,希望王俊凯能够尽快加入到新作品的拍摄之中。